那大家也可以一边听一边做 那刚刚示范的很简单的这一个 网页的层次改成no.js 那我现在就把if的这个层次也改成no.js 那当然都很简单 我们就新增一个叫if 那这个document.write呢就改成console.log 那为了不用打那么久呢 就让log等于console.log 再来做 那这样就只要打node就好 那我们就输入一下 node这时候是以 选择s 那这里没有输出了 我们看一下为什么 那衣服 大于60就log即可 不然就log不即可 那 是不是格式的问题 你看 这个到底存成什么样的 存成什么样的编码 我习惯用notepay++ 那这边好像还没灌notepay++ 那我们就 先另存一下 现在是用ansi 可能要敢用utf8 不然中文会有问题 好这样就ok了 所以我们用utf8的格式 中文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这是衣服的部分 好 好 破回圈的部分 这边也示范一下 好 破回圈的部分 你也可以 写一个 那这个就不用br 那这个就不用br 然后document.live 就改成log 好 我是习惯哦 因为每次打console很长 所以我都会在一开始就把它先设定 这样才不会太长 那不然你程式写100次console 就不划算了 这里看 哦 好 那你会看到124567 就是我们上次 在浏览器里面执行的样子 改成在命令列而已 那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 我如果写这一个function 多一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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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机制本真的还是不太好用 所以建议 还是可以 改用一下 比较专业的给机器 我可能要再换一下 好 那 其实这个VAR都可以不用写 就是VAR 有写没写 其实都没有关系 VAR只是告诉你说 我现在有宣告变数 那但是 其实JavaSquit 不太在意 你有没有宣告 所以 没有关系 好 那OK 在这边就 OK 就 一样 那所以 你只要把 最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之前在写Web的 前端的程式 就是像这种 你写在前端的程式 那你后端可能要用Ruby 或者用Python 或者用ASP 或ASP里面用Cshop 或用VD 对 那这样语言都不同 可是 当 有了Node.js 之后 你可以在后端测试一下程式 写一写之后把它移到前端去值 前端测试 写的程式 觉得 下次会用到 就把它移到后端来值 那 这样子 两端 就都可以用JavaSquit 天下一桶 这种感觉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 你可以 可以 如果使用Node.js 其实这个好处是 我觉得是最大的 那 有些 有些人 你看Node.js的时候 你会 看到说 大家写的程式都很 很 怎么讲 都是Web的程式 而且他的写法都很怪 因为他都用那个Coldback方式 一直在呼叫 那 那些是可以这样写 而且Web的特性下 这样写的速度会比较快 但是以我而言 我到目前为止 我用Node.js 我通常都是在写传统程式 不是写Web程式 我比较多写的是在命令业 執行的程式 像比如说我就把 开放电脑计划里面的变异器 主力器 然后那些东西全部都用Node.js 重写一点 那就发现说 哇 本来 如果要900行的就剩300行 本来300行的就剩100行 所以省三倍的空间 的行数 那让你的那个程式逻辑 突然之间那些 杂机杂发的都不见了 就只剩下真正核心的逻辑 就会变得很容易看 那我很喜欢 Node.js的这一点 应该是说JavaSquid的这一点 Node.js只不过是个 JavaSquid的自行平台 那所以 我觉得一开始进入先不要去 去考虑 专门Node.js写Web的那种奇怪语法 你会被他搞贵 你会被他搞得拖很大 那先把JavaSquid弄好 把JavaSquid弄好之后 你自然之后要接上Web的那些写法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 那所以我现在先 气图先把JavaSquid弄好 那我另存 这个呢 就 这个叫做 方形度 欸 这不是方形 这是有RAM 这个键盘 太小了 真不习惯 那这里就不能用Document.write 不然我试一次给你看 因为如果我们不改的话 就会发现是这样的 那 有没有Document.write 没有定义 因为这只在浏览器里面用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 那如果要写一个程式 在Node.js里面你可以用 在浏览器里面可以用 那怎么写 在前面先去判断 是浏览器还是 Node.js 对 那我可以这样子做 我们现在做一个奇怪的工作 看一下就知道 我如果在这边 Document 然后我去Log Document 你觉得这样会印出什么 LogDocument等于Document 那他说Document is not defined 所以Document是未定义的 那如果Document是未定义的 我可以判断 那我们就知道他是在浏览器里面 或是不是 那我来总看 他会有一个 um defined 我们来看一下 um defined check 你看 他说Type of 这个如果是un defined 我们是这样子检查 所以我们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技巧来做 就是 type of type of 然后呢 等 等一等一 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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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做什么事呢 那 就让log等于 locum 欸 不对 就让log小名 console.log 这个就是node.js的部分 else 对不对 那这样我在浏览器里面也可用 在这边也可用 那这样我在浏览器里面也可用 在这边也可用 就会有高便 对 可以 那 只是那个换行字元 你可能又要定义一个 VAR DR 等于 等于 就是 就是 斜线n 对啊 啊 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um defined 情况的话 那这边就 DR 等于 自串 OK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在两边 工厂都可以 通用 我看一下 哦 这边 on defined的话 log OK 那这边 这边还没改 这样就好 OK 那好像多余了一点 因为log会自动换行 所以 我们可能不要用log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print之类的盘数 他就不会自动换 不然有一个办法 就是BR 让他等于 空白就好 这样子就不会 哦 这样就好 对 所以这样你两边就可以通用 如果你前面做一个这样的设定 你的程式 这一段 放在浏览器里面 他放在那个 诺点这些事情 结果 看起来都会一样 要不要试试看 我放到浏览器自己 哦 来 放到浏览器自己 你看看 我把 认存 认存心感 叫做array.html ok 那我把前面的那些程式 给拉回来 好 那我这边呢 我把它放进来 好 这样子 好 那这样子我就 存档了 一定存档 不过 ok 你看ok 那我们就来执行一下 我把他放了 array.html 那 看一下 没有出来 看一下 原因是什么 哦 这里会失败 所以 这个一开始不能射 然后到这里面再来射就好 DR等于 好 再看一下 还没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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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它拿掉一下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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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很 可以看到,OK,这是我们的程式 然后呢,现在它出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在里面看一下 Consult Eleed Go in Vocation 它说呼叫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Document OK,Document存在啊 那但是有问题 它说 目前拆起来 我们来看一下Blends Blends也OK啊 那只剩下这个log 是 log也有啊 write 然后native code 所以 看起来都OK 那为什么它没跑出来 这就怪了 好,我们把程式改回原样 array2.htm 我把这这段整个拿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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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又想执行Node 我没有 我已经改了2了 那就没问题了 可是它cash住还是会是个问题 那我现在如果回到1呢 那我改3 他cash住了 那我改3 看起来 啊 又要用web的编辑 真的 太快了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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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e 据 不只是 cash 这个在这边 出不来 好 嗯,真的舒服了,所以这样写 那如果我把这一顿改成Document.write,难道就可以吗?看一下 真的耶,他不让我用log 那理想应该,我目前看起来逻辑好像没什么差 所以他的log变成Document.write的时候 就不行耶 嗯,真的,这个让我找一找 照理讲,应该有个解决办法 好,再找一找,再看一看